Hello 我是唐先生 我們在紹興港寧 剛剛經過一間運動品牌店 是國內的品牌 是叫紅星二黑 這個品牌在網上是很火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在國內在河南捐款 捐了5000萬 很多企業都捐了 為什麼這個企業特別火呢 是因為當時這個企業已經是債務危機 都要去到倒閉 要申請破產 它將公司現有的資產 6000萬 都捐了5000萬出來 所以很多人都支持這個品牌 在網上興起一個熱潮就是搶購 然後就順便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品牌 我們在抖音樂體 很多店都沒有了 清潔的 但是這間店都是正常的 這些國內的品牌價錢會比較優惠 如果大家有聽說過都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紅星二黑在國內現在是紅到不得了 在網上甚至沒有貨 那些網民都說沒有貨都不肯退錢 就是寄掉掉牌自己做的 即是那些斷子 我們都可以 它在全國範圍內都會有些門市 其實做慈善是一個習慣 我們去看看這些品牌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 我們同時都在這裡選擇 在看東西之前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網上說這個品牌是不是炸捐 意思是說用這個捐款去做噱頭 做營銷做廣告 但是很多網民都在網上查了 這個企業近十年捐款超過幾數億的 其實慈善和捐款是一個習慣 都是一個正能量 其實很多海外的品牌 其實它在國內都賺了很多錢 但是不是所有企業都會捐款 但是這個企業突出的 突出或者紅的原因是 因為它這間公司已經面臨倒閉 破產 將公司的所有資產 6千萬就捐了5千萬的物資和現金出去 剩下1千萬 打算發賣工人的工資 結賣美數 打算申請破產 在這個河南災情之前都已經宣佈了 被網民發現了之後 每個人現在是搶購這個牌子的 我都有一個感觸 有一個感觸就是一個慈善 其實是一種習慣來的 甚至我們中軒 這一次在這個河南這個暴雨 這個災害 我們中軒都盡我們自己的能力 去捐助了10萬元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有些人都評論說 沒有圖沒有真相 是不是我們做廣告 其實是沒有必要做廣告 因為如果同樣用這個錢來講 我們在TVB或者報紙都做到廣告 其實捐款是一個習慣 和一個正能量 可以影響到身邊的人 可以帶動到身邊的朋友 就好像我們現在國來為例 好像國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天災任何的 很多捐款或者慈善那些 都是第一時間站下來 都是那幾間公司 因為捐款和一個慈善是一種習慣來的 我們自身來講 我和我太太其實都已經是 每年都有習慣去做慈善的 甚至我們每一年都在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都有捐款的 盡我們的能力 我記得2008年我當時 還是剛剛畢業 其實沒什麼錢的 但是當時是國家的 民村大地震 當時我都是 雖然不是很多 每年都有做這個習慣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企業 甚至房地產企業 排前十名的 排前十名的不是每間公司都有 去捐款的 捐款永遠是那幾間 恆大 萬達 這幾間公司永遠是 每年都有做的 是經常有做的 所以它累積的慈善 是比較大型的 巨型的 所以捐款是一種習慣 再看一些科技公司 好像騰訊 夏里 它都是一個 每年 從它公司 小規模 到中規模 到巨大的規模 都會有捐款的 好像全國 或者全球排名前十名的 科技公司 不是每間公司賺到錢 它都會有這個習慣 我們中軒捐款 我都發了朋友圈 我國內有一個微信 我都發了朋友圈 有些同行家 都有評論 說 我們28號捐的捐款 但是有些同行家 評論說 珠海首家 捐款的地產經紀公司 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這裡呢 因為我有一個感觸 其實 後來我也有私信這個朋友 是行家來的 珠海這邊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軒 不是說最賺錢的 又不是說最大型的 但是我們作為我們公司 作為我們各位公民來講 我們是同胞有難 我們要支援 其實我們去發出來的 發出來的 你去捐款 你發出來 其實是想讓身邊的人知道 是想帶動身邊的朋友 我希望不是第一家 更加不是唯一家 我希望身邊的行家 甚至珠海本土的發展商 他有這個意識 都可以去做這件事 就是一個帶動 經歷這個紅星二黑 這個捐款 很多國內品牌 例如Like Eddie 甚至在國內賺很多錢 有些企業是沒有捐的 有些企業是後面才捐的 其實捐款是一種習慣來的 是一種正能量和感染身邊的人 很多明星都無論國內 香港 國內也有很多明星 習慣性捐款 所以 你一捐款之後 身邊的朋友 或者身邊的人都可以 帶動 帶動到 好像河南災情 騰訊 亞里 恆大 第一時間 曼達 其他公司都可以帶動其他身邊的人 哪怕我們 可能 這些萬億企業 超級大的企業 可能他們有錢捐多些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來講 或者是普通的企業來講 我們是盡我們的能力 因為我們作為一間公司 這是一個最基本上的責任 是因為大灣區這個概念 給我們機會發展 我們都要感恩回饋社會 所以我們中軒 所以會做這件事 去做這個捐款 我們在網上都查到我們 中軒捐款的訊息 我們在鄭州紅十字會捐款 2021年7月28號8點到帳 珠海中軒環球房離產 我們用珠海中軒的名義捐了10萬元 現在不是跟大家說我們有多有錢 捐款做這個廣告 只不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捐款是一種 做慈善是一種習慣 當你去養成這個習慣 那時候你就會不斷做這件事 我和我太太 都連續很多年都有做這個 去做這個慈善 去做這個捐款 我們現在盡我們的能力 在我們公司的利潤 或者是我個人賺的錢 拿一部分 甚至一大部分 拿這些資金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就是一個社會需要的正能量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有去做慈善 甚至是習慣做慈善 當你有這個行為或者有這個習慣的時候 我相信已經是一個正常的一個 就是你慢慢是一個習慣 是一個習慣 很多企業都是一樣 不是每間房地產的發展商 建築商他都會捐的 不是每間大的科技公司都會捐 不是每間這些品牌店 這些服裝店運動店都會捐款的 但是你要去 就是你要去 就是你要做回你這個企業的一個 不是這個社會就要有正能量傳遞 這個社會會更加美好 不是大家都沒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會帶動不到的 好像這間品牌 一帶動到之後 很多國內很多品牌都會跟著 去做這件事 河南的暴雨 這個災情已經是減弱了很多 但是它現在最缺的不是物資 因為我們也想過 我們要不要捐一些物資 或者拍宣傳片 其實它最缺就是產 或者是那些袋子 那些去裝東西的袋子 我們又找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捐這個資金是最直接的 因為這個河南災情 整個全省很多市 不是一間不單止鄭行州市 是很多新鄉 或者很多不同的市都會受到災情 經濟的損失是達到很多個億的 可能成百個億的 所以它要恢復這個經濟 和這個面貌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樣都需要我們支持的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對的東西 都來到這裡 我們同時都在這裡選擇 現在賣一順 有沒有看對的 有什麼賣的 賣什麼 都在這裡選擇 都可以看地方的 雖然是很瘋狂地搶購 但是這個公司的品牌的負責人 都說了 不要因為追封 或者因為它捐了款這個動作 是沒有需要都買 或者是麻木買 大家有需要才買的 甚至一度網上有很多貨倉 沒有貨賣到停貨 但是網民是不願退錢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非常有良心的企業家 和一個企業 所以國內很多的市民都會支持 可以嗎? 不用了 是不是買一件是一件的? 買一件是按原價的 你可以拼的 你可以拼的 可以拼的 那我拼就拼吧 這個 是甚麼買的? 買兩件 OK 買兩件 支持良心企業 支持各產貨 其實這牌子 這個公司是非常紅的 這個牌子 付錢吧 麻煩買單 買單嗎? Hello 楊唐先生 我剛剛回到公司 收到一個快遞 這個快遞就是 在荷蘭鄭州紅十字會寄過來的 它是寄了一個 應該是收據和發票 寄了一個電子發票 和一個證書 和收據 讓大家看看 中軒在7月底 向河蘭鄭州紅十字會 捐贈了人民幣10萬元 當時我們也想捐物資 但我又要了解 因為當時物資 其實在各界社會 就捐贈了很多 可能當時缺產 那些帳篷 但我們沒有這麼多資源 所以 捐款 支持一下同胞 這個是 當地的 公益團體 寄了發票給我們 其實捐款是一個習慣 有些抖音 現在國內抖音很紅 很多明星 很多大的企業都在捐款 那熊星黑爾這個 聽說 當時也有 是一個熱手 連續一段時間上了熱手 這間公司是 面臨倒閉 但它也捐有它僅餘的 現金和它的貨物價值是5千萬 被人發掘了 所以一度炒紅 很多人支持這個品牌 現在這個紅色黑爾的市值 是超過 李寧雅 安塔 是的 的一個市值 整個公司全都紅了 我們說這個 就不是說 因為我們中軒都想炒紅 因為這個事件都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已經說了 慈善其實就是一個 習慣來的 你是一個愛好或者一個興趣 很多這樣的公司 企業 甚至個人 明星 她是長期做慈善的 我和太太都有堅持這個習慣 每個月 我們都是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都捐贈了這個基金 是每個月給我們扣的 我們連續很多年都捐了 所以慈善是一種習慣 希望大家可以全程我們中華美好的品德 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或者去回歸社會 我們作為一個企業 作為一間公司來說 我們是回歸國家 回歸社會 因為有你或者有大家的一個正能量 這個全社會就會慢慢走回正確的路路 或者是正能量 我們就盡我們的面膊之力去做慈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慈善之心 或者長期慈善做下去 我唐先生或者我鍾謙都會繼續 繼續把慈善發揚光大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要看